我們就想被人欺負了五百多元 其實應該不止五百多元 我們面前還有一張二十萬 二十萬的錢 現在很疼啊 還要下雨 我們現在在避雨 不知道要去哪裡 這個經歷很開心 來到越南怎麼可以不吃法國菜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法國餐廳其實也挺有名的 不過其實我們也是昨天上網才能找到 因為我們實在是太隨興的人 我剛才不小心刀寫了咖啡 好好吃 超過飲料 魚肉 牛 牛牛 這個湯很中式 這個湯 上網看到這個推介鮑魚湯 這個湯有點像魚翅 這個湯 我們現在是一天半了 現在是一天半了 很棒 它focus很快 你看 我吧 哇 嗨 嗨 嗨 是那樣 它算是很快 我想要用什麼殘蛋的 朋友去做 好像黃金蝦 嗯 好可愛啊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菜 花 pumpkin flower 花芋 現在吃它的花芋 好甜啊 我們來到粉紅教堂了 好夢幻啊 超美 真是一個打卡的好地方 好少女夢幻 好pinky pinky 好可愛啊 哇 其實剛才我們打算進去教堂裡拍攝 然後那個人是這樣的 但其實意思是不ok 所以這個 在越南的意思是否真的不ok 好可憐啊 我想說我們被人騙錢 我們就想被人騙了五百多元 其實應該不止五百多元 我們 面前好像還有一張二十萬 二十萬的錢 好痛啊 還要下雨 我們現在在避雨 不知道去哪裡 很開心啊 這個經歷 好清香啊 西瓜 果然西瓜是清涼之算 牛奶冰淋下去 西瓜 很危險啊 對 這幾天呢 雖然在越南 有很多人想騙我們 但我們每一次都逢風化有急 最後還是沒有被人騙到的 但是我們剛才 終於給了一個的士司機騙了錢 其實我們這幾天搭的士的時候 很多司機都不懂得說英文的 但是剛才我們搭的士司機 在英文很厲害 然後他就很熱心地在說 哎呀 越南有什麼可以玩 有什麼地方可以吃 總之整個感覺就是超級nice 我們兩個就不知不覺 放下了我們的 野心 原本真的是 其實是的士司機A 去車我們 但的士司機A 突然說是交鑑 然後就變成的士司機B 來接我們 我還在心想 4點多 為什麼我這麼快交鑑 因為我覺得有點奇怪 也覺得可能是這裡的文化 然後我們到站的時候 我們的錢 是大概45000 左右 但我們因為 對越南的錢不太熟悉 所以我們數得很慢 我們是拿了錢出來數的 然後我一個的士司機 就一手搶了我們的錢 他在我們面前數的 然後因為他說交鑑的關係 所以就給我們一半 大概是兩萬 我看到他拿了一張20萬的 其實我已經在想 因為我對錢的單位 是有點不太熟 他拿了一張20萬之後 然後覺得我們都沒有為意 然後他就知道我們在香港 他就問我們有沒有1元 所以我們就給他1元 然後他就說 不是硬幣啊 我要紙幣啊 你們有沒有紙幣啊 然後他就看到我們的銀包 有紙幣 有一手搶了紙幣 然後他自己在數 然後我非常懶惰地看到他 掉了一張紅色的100元 在他的椅子上 然後我就起來看一看 然後他發覺我看到他這個動作 然後他就 Sorry Sorry 然後我心想 哇 他很奸搞啊 當車了 後來我朋友發現 本來我們越南的銀包 總共有4張50萬元 但是我們最後發現 只有一張 其實拿20萬已經是拿多了 那他拿20萬再搭著我的50萬來拿 就是我們總共不被人騙了 港幣是500-600元 對呀 其實對於越南來說應該是很大的錢 我們應該是做了極大的水魚 還要是外國的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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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生氣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吃冰 但其實在想一下 我們短路算是太大了 我們太容易相信人了 錢財不應該勞難 是我們的生產 但也要提短大家 去越南的時候 真的試試都要小心 因為好想想的士司 其實整件事的情況是很快的 我們下車才在地坑 是被人騙的 是不是車內有迷煙呢 這件事沒那麼蠢 除了這次之外 之前我們都差點被的士司騙了 本身是2萬元 我們就不小心給了20萬 然後我就說不對了 然後我就跟司司說 我好像給了20萬 然後他就在嘗試後給我們20萬 然後我們再給他兩萬元 然後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 他是看著我們 我們多付錢都不得省 所以大家要小心 突然間 呆了嗎 可能會這樣 發生得太快了 這個是我們來了越南幾天 發生最不開心的 對 令我對這個城市很慘 焗雞 是Bacon 焗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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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焗雞